农村现在的离婚率并不比城里低 部分农村地区的离婚率已经高于了城市 特别是农村八年后的小夫妻们 成了离婚大潮中的主力军 那么在农村如果想要提出离婚 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2018年新的婚姻法明确规定 想要离婚必须准备以下这些材料 第一夫妻结婚后感情情况的证据 婚后感情的好坏或是一般的势力证明 分居时间原因等证明 第二分居两年以上 分居满两年并且已经没有感情 第三证明两人是夫妻关系的相关证件和证据 例如结婚证婚姻登记机关等证明材料 第四有子女的夫妻还需要提供子女的基本情况 和抚养状况的证明材料 是否婚生或受养子女 子女经济是否独立 以及和父母的关系 夫妻对未成年子女抚养的条件 第五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 或者是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 南方不得提出离婚 第六需要对方给予经济补偿 可提供财产约定书 一方抚养职女照顾老人的证词和录音材料等 第七相关的财产证明材料 双方的收入情况存款输额 债务等明信 如果南方家长买的房子 且名字登记在南方名下 那就属于南方个人财产 如果是双方家长出资购买的房子 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 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共同占有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果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 一个人的财产支付了首付款 并在银行贷款 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 不动产权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 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第八判决不准离婚 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原告测试或是按照测试处理的离婚案件 没有新情况新理由 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 不能判决离婚 结婚与离婚都嵌落了两个家庭 所以也不要随便结婚 也不要随便离婚 朋友们你了解了吗 希望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